今天来给大家悄悄分享 7个我平时收集到的比较适合拍照 也很适合拍视频的一些宝藏预设 我最近有收到老婆给我发的私信 让我先暂时不要出富士相关的视频了 因为她说她看的很馋 但是又买不到XS10 所以呢我这一次就回归我的索尼老本行 这些预设呢也不止适合我自己用的 Alpha6400这一个机型 下面给大家讲到的一些参数设置呢 其实很多机型都是试用的 然后我还试了一下佳能的机型也可以用 这7个宝藏预设呢 涉及到白平衡 白平衡偏移 创意风格 对比 饱和 锐度 这几个参数在哪里调呢 杰老师给你们拍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过程 Menu 然后白平衡模式 点进去 默认是自动的 这个色温绿光片 这边是调色温的 上下 这样可以加减 往右边呢就是调这个白平衡偏移 也是左右上下这样调 这个下面创意风格 这里面有肖像 风景 比如我选了这个肖像 然后我要改旁边的这个对比 饱和 还有锐度嘛 往右 对比是 上下 往右 上下 这样 然后确定 然后就可以拍了 这个就是日系奶油肌吗 奶油肌 我是没看出来 但是感觉画面好像有点偏绿 皮肤确实看上去还挺白的 可能是我最近保养的比较好吧 它这个是清新少女感 跟刚刚的参数基本上差不多 照片风格里面是把肖像改成了中型 我觉得清新是蛮清新的 因为它的那个调调里面有点绿嘛 绿绿的再加一点点曝光的话就蛮清新的 跑到室内看一下这个光线 是挺清新的 还不错 这个是少女胶片感 跟刚刚两个不一样的点呢 就是把白平衡偏移 恢复到零 然后在创意风格当中稍微微调一下 好像确实少了点绿色 多了点棕色 有没有胶片感 我感受不出来 可能在具体拍摄环境当中会明显一点吧 可能会在暗光环境下面看出来更明显一点 暗光环境 我一整个大暗光 好像画面是有点踪踪的感觉 就是有点点胶片感 这是一个哈苏蓝调 把亮度先按一点 感觉拍人像呢 是有种情绪的感觉 那这个色调拍东西应该更好看 蓝蓝的感觉哦 很干净的 这个颜色好像拍蓝天特别好看哦 就是那种日系青色的那种蓝 就很干净很通透 这个是朦胧唇玉风 其实网上我之前看了一些别人的参数 我觉得很离谱 就是瞎写的 这个我是根据人家的一个参数调整的 人家写的那个朦胧唇玉风 好像是B6G3G4那样子 那种偏绿偏蓝的根本就不朦胧 感觉朦胧唇玉风就应该往棕啊暖啊 我色彩偏移就调了个AEG0.5 而且既然是朦胧了嘛 清晰度就是要往下拉一点 网上很多呢都是清晰度加2加3这样 我的清晰度是减3的 我也说不好这个到底有没有那个味道 收藏了之后呢也可以根据你们的口味稍微再稀调一下 就跟吃火锅一样你调那些调料不一定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嘛 那这个就是一个阴天日系感 可以看到这个皮肤都是很白很低饱和的一种感觉 就很日系性冷淡的颜色 这个色调拍人像好像有点死亡 就是感觉挺僵尸的 挺没有血色没有气色的 但是像这种色调我们拍一个小短片 什么玻璃上的雨珠啊 然后趁着伞在路上走啊 再加一个比较阴谋的音乐还是蛮适合的啊 就是不是那种很元气啊很活力的这种风格 这个色调还不错 这是一个法式温柔色调 好像确实挺温柔的 因为这个参数呢没有减饱和度 我感觉就保留了皮肤的一种色彩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色调拍人像会不会很死亡 好像还不错哦 就整个画面的色调都是踪踪红红的 说不好是不是法式 但是确实就是给人很温暖的一种感觉 拿这个拍人像应该还不错 好啦这期分享就到这儿了 是不是还挺简单的呢 这期视频你们可以先收藏起来嘛 等到要用的时候一边打开视频一边调参数 然后调好了就可以出去拍照啦 那这期就先到这儿 下期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尔子 爹 1982 霓丽 邀 Communion Warner 各位欣我 tää特别人在订阅下欢迎她的 星期三更 Liberty